解忧公主本是楚王刘悟的孙女 因为炎夜参与叛乱 家族成为罪人 之后被汉武帝封为公主 远嫁乌孙和亲 刘解忧首先嫁给了提亲的君须弥 为幼夫人 君须弥的左夫人 欲有一个儿子叫做妮弥 而刘解忧一直没能生育 所以地位迟迟上不去 君须弥病逝后 刘解忧便又随俗嫁给了号称 隋王的翁归妮 并为她生下三男两女 隋王非常喜欢这位聪明善良的汉朝公主 巨大贡献 亲自下到百姓间体恤民情 推广种植技术 使得乌孙国迅速发展 解忧公主与肥王在一起时 两人相互配合 使得西汉与乌孙 两国之间的关系达到最高值 可惜好景不长 神军二年肥王去世 乌孙爆发了激烈的权力斗争 最终君须弥的儿子尼弥继位 号称狂王 刘解忧无奈 在下狂王 狂王残暴 不但失去了乌孙国民的支持 同时还失去了与西汉的结盟 此后 刘解忧多方配合 发动政变 才改变了乌孙的政局 后来乌孙归降 成为西汉蜀国 自此 汉朝统一了整个西域 可以说 刘解忧的一生是跌宕起伏的 他牺牲了自己 为汉朝做出了卓越贡献 公元前51年 以年近70岁的刘解忧 上书汉宣帝 请求回长安获准 两年后 与世长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